郭靖的《习武之路》又含着哪些教育官 我们知道郭靖是一个小说里的人 那你一说,小说它都是假的 如果一个事全都是假的 一个人,你愿意去看吗 可能有人说,他干了常人干不了的事 那是神仙,可他又偏偏不是神仙 又有很多毛病 所以他这个当中逻辑推廉 一定有很多是真实的 那么,现实当中 当然也有跟他很像的人 甚至有人说,金庸自己都 象征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是主角嘛,作者会不会往往 打斗这么写呢 一定也有自己的冲动 这些考究的都不是太重要 我们假设他是一个真人 你看很多常人干不了的事他干了 历史上有没有诸葛亮 把很多别人的功劳 归功于他 实际上他没有那么深 但这又出了两个问题 为什么归功于他 因为他的人得够 这是第一 这也是最重要的 中华的检究 显然 藏制 就我先对你仁义 表现出来 仁义理智性 那是不是说代表你肚子里一肚子坏水呢 不是 但是最基本的礼貌又好 但是如果你是坏人 如果你再三 忌讳 都不珍惜 软的不吃 那我 一定要想象 别的办法 而不是说 到处斗鸡链 这个外就不圆了 外缘内放 它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你也可以反过来 好像也有道理 但最重要的是 人在前 你会发现 一个君王 好像他 分别让他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别人心 你说的是不是六邦呢 其实很多老板 都是这样 但是他有其他方面 都多少了解一点 会用人 所以你说 郭静 现实中 也不是完全符合现实 他真的那么笨 就什么人都愿意交谈了 也不是 不过话说回来 他一个人 内心淳朴 这个根基有了 应该修行者 修道者 很多人 不愿意传给这种人 他本性 敦厚 良善 你给他再多东西 他不会 做坏事 这起码 先放了心吧 但是他有些啊 如果你过于淳朴 让他做很大的事 就很难了 动不动 眼睛揉不得沙子 一点小事也要计较 激个如丑 赶紧杀绝 那这个人很难当 在社会上 那谁都有毛病 你处处挑人断 减算 各位 你想做大事是很难的 所以尽管 你得有办法治 贪官才是 那这就要求更高 你又有人又有志 这才是更高的成绩 所以他笨笨的 很多人愿意交谈 这一层道理还是比较重要 只是有这方面而已 不要过度去解释他 然后又有龙儿这么一个 很喜欢他 漂亮可爱 那现实当中 这个温美玲扮演的花容 他喜欢的不是他 他是杨康那种人的 他在一眼 他就是了 借雷 2 为来 再解释他 文章 文章